为什么卤肉店卖的酱牛肉要比我们自己做的好吃呢? 今天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我每次做酱牛肉都会一次买很多牛腱子回来 三花腱或者五花腱都可以 广东卤水说潮汕 今天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潮汕正宗的卤水汁 大部分食材都是由干香料组成 加个葱姜 还有两小包这个卤料汁 它是浓缩型的 给它翻拌均匀后封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面腌制一个晚上 再把腌好的牛肉放进锅里 一包卤汁可以配500毫升的水 再用高压锅压20分钟 然后关火再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可以使牛腱子更加入味 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冰箱冷藏一夜定型 这样的腱子肉切出来才漂亮 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喜欢赶快收藏做起来吧